五代十国 五代第四朝 后汉 后汉存在于947年至950年 五代十国时期 由刘昊建立的王朝 都城东京开封府 后唐覆灭后 石敬堂建立后晋 任命刘之远为河东节度使 后晋开域四年 契丹灭后晋后 占据中原 但因契丹兵在中原烧杀抢掠 大师民心 直好北撤 是年二月 刘之远抓住时机 在太原称帝 仍用晋高祖石敬堂年号 称天府十二年 是年六月 使改国号为大汉 史称后汉 后攻克并定都于汴州 亦有称东汉为后汉者 称西汉为前汉 次年 正月 刘之远改年号前佑 改名刘昊 但却于荡月并逝 刘昊的次子刘成佑四位 即汉隐帝 前佑三年 黎首珍等翻阵 发生叛乱 汉隐帝命郭威征逃 但汉隐帝猜忌郭威 欲杀之 郭威不得已反叛 汉隐帝为魁君所杀 后汉就此灭亡 后汉存在仅三年 历三帝 他们是 汉高祖刘昊 汉隐帝刘成佑 湘阴公刘云 第三百位 后汉第一帝 汉高祖刘昊 刘昊 后汉开国皇帝 在位一年 五十四岁 本名刘之远 改名刘昊 其祖先本为沙陀不仁 市居太原 刘之远年轻时 厚重寡言 面有特相 雄武过人 勇猛善战 跟随唐明宗李四元 即进高祖石敬唐时 颇得战功 反对称臣于契丹 开运四年 刘之远称帝其位 统治期间 各地割据成势 而朝廷难控 并且手下贪婪之辈 日益形成避正 一时脸负成灾 前有元年争月 并适于万岁殿 第三百零一位 后汉第二帝 汉隐帝 刘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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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位两年 二十二岁 后汉高祖刘之远之子 后晋时期 受捷院使 简孝又仆舍 后汉建立 受左卫大将军 简孝司空 千大内斗点简 简孝太保 前有元年 正式即位 不甘心大权旁落 采忌诛杀权臣 引发了重臣 郭威叛乱 前有三年去世 十年二十二岁 第三百零二位 后汉第三帝 湘因公 刘云 刘云 后汉末代皇帝 在位零年 为即位即被毒死 后汉高祖刘之远的养子 刘承佑 刘承佑被郭允明杀死后 群臣决定立刘之远之子 前开封隐 刘承勋为帝 这时 刘承勋正重病 卧床不起 又改立刘云为帝 刘云时为徐州节度使 获熙后 便启程赴京准备即位 他才走到宋州 郭威已经抢先一步进入都城 逼迫太后下诏 封自己为监国 夺取了朝政大权 并以太后名义 下诏废除了刘云 将封刘云为开服一同三司 简孝太师上渡国 湘因公又遣步将郭重勒到宋州 将刘云囚禁起来 公元951年正月 刘云生父 河东节度使刘虫 闻知郭威夺魏灭汉 便在靖阳称帝 国号北汉 已与郭威对抗 郭威怕留着刘云会成后患 于勿吟日将刘云秘密毒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报 替我由前在报道的仙方 伤刘云